Hello 大家好 没错今天呢 我就要来 开箱的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 是 洗牙肌 对的 为什么我会想要买洗牙肌呢 就是因为我在 新加坡已经 两年了都没有回台湾 所以也没办法去看牙医或是洗牙齿 把我的牙齿 就是深度清洁一下 然后就是平常有空的时候 就可以稍微把牙齿 或者是牙齦里头的一些 就是东西然后用这个把它冲掉 这个呢 是在亚马逊上面买的 价钱就是 54块 多新币 然后它里头呢有附蛮多不同 种类的 洗牙齿的工具 但是它这个我等了 还蛮久它才 就是送来 寄到家里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一起开箱吧 耶 它有分两个颜色 一个是 黑色 一个是 蓝色 但是呢 我在网络上看它 黑色跟蓝色价钱 居然就是不太一样 我也是觉得很奇怪 好 拿出来 就是这样子 因为它这个是算是 攜帶型的旅行族的感觉 所以它有附一个 包包你可以收纳它 看起来很像 蛮美的 我每个东西它都有用一个 塑胶袋包装好 这个是它的一些工具 就是不同种类的洗牙齿的工具 然后甚至还有附一个小鸭匙 然后这个是充电线 我买的是可以充电的那一种洗牙器 然后它的网络它其实它还有卖就是那一种 是用电池的那一种 但是我们有卖用原料 它还要一直去买电池的麻烦 噢 我是买蓝色的 还蛮美的吧 然后就没有了 它这台呢 就是它里头 一次这边是可以装 300ml的水 我觉得应该就差不多 就是一次你用的量吧 哇 好它这个就是这样子用一个非常可爱的 塑胶盒装起来 对 这个的话呢就是最基本的一个 牙刷 就有点像是电动牙刷那种功能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 就是用来就是刮你的 舌苔的那一种 主要是在你的舌头上面的清洁 那这个的话 那这个的话它的 它的前面呢非常的细 它就是主要是针对你 牙龄跟牙齿之间的空隙 然后可以更精准的去清洗 里面的东西 那这两个呢 它就是 这两个是一样的功能的 这个的话就是 比较 最基本的 就是 嗯 最基本的清洁 像它这个 它前面就是有一点像是刷毛 这种小小的东西 它就是专门给有戴牙套的人用的 就是它可以更有效的把你牙刷上面的一些食物残渣清洁干净 就不容易导致蛀牙 那这个呢 就是它的充电头 哦它是两孔的 所以之后也要用转接筒 让它充 充电线 转接头 大概就像这样子 现在要来把水装进去里头试试看 就是从这边打开来 后面这里 然后它整台都是防水的 所以完全没有担心会 就是漏电还是什么的 基本上就跟电动养刷一样啦 先装 先装这样就好了 好的 把它试试看这个 OK very good OK 看起来没错哦 我来调它的段位 我这是最强的 哇好像机关枪 OK 那我现在要来试试看就是 用青蛇胎的这个 然后它其实它这边这个哦 它前面上面这个它是可以转的 就是如果你的这个位置 没有对气的话 或是你想要转出什么这样的角度 你可以自己自由调整 这样 好那我来试试看 原定的 哦它可以 OK 然后它也可以就是先调整过后 然后再打开就是按钮 我先跳我最低的 我怕 很痛 购买的链接呢 我会放在下面资讯栏 如果你们想要 就是买试试看的话呢 可以点击下面资讯栏链 链接去购买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分享 希望的话记得订阅按赞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